請問你覺得高血糖和低血糖 哪一個比較可怕 覺得比較可怕 因為高血糖也是會讓身體不舒服 低血糖也有危險 是 我們是每日健康 糖尿病照顧三分鐘報你知的 快問快答挑戰單元 台灣的糖尿病愈患超過兩百萬以上 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知道自己 可能面對的風險 我請問我旁邊這位美麗的小姐 您覺得糖尿病有可能跟失智症也有相關嗎 有 那你會覺得是高血糖比較容易造成失智症 還是低血糖比較容易造成失智症 應該是高血糖 高血糖 兩個都一樣 是 在過去的統計顯示 那糖尿病患跟非糖尿病患相比 大概有2.5倍增加失智的一個機會 高血糖本身就會造成細胞的發炎 神經的發炎 本身就會影響我們的一個腦部 長期下來 那這樣的風險就會產生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低血糖也是一個風險 在低血糖的時候 因為我們腦部需要葡萄糖來當成能量 所以你在低血糖的時候 也會造成 腦部的傷害 所以呢 要避免高血糖 也要同時避免低血糖 請問你覺得高血糖和低血糖 哪一個比較可怕 我覺得不可怕 因為高血糖也是會讓身體不舒服 低血糖也有明顯 是 糖尿病本身其實最難的就是要 避免低血糖 可是你要穩定血糖 所以在這裡面 除了飲食生活的一個控制以外 那用藥選擇就相當重要 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 降血糖 不低血糖 那在這幾年 已經有很多新藥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們在選擇用藥的時候 必須要特別注意 在用藥的時候 依據每個病患的情況不同 那選擇適當的一個用藥 我想請問我們旁邊這位小姐 您覺得低血糖可能有哪些症狀 會有 頭暈 會倒汗 會全身無力這樣 欸 你很強耶 沒有啦 多少聽一點 增加姿勢這樣 是 其實大腦本身就是需要葡萄糖 當成它一個能量的一個來源 當你能量的來源是持續的一個低的時候 這時候相對來講 第一個反應就會變慢 那長期下來 當然腦部在這部分也會受傷 那更何況 低血糖本身就會致命 會造成所謂的一個心靈不整 所以有時候其實對生命的危險 是相當大的 所以我們才說 在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則就要先避免低血糖 我們才來調控血糖 這幾年的用藥的發展進步相當的大 台灣 因為健保的關係 大家也都非常的幸運 有很多這些新進的藥可以使用 那這些藥的一個特色就是有 所謂的降血糖 不低血糖的一個特色 就是低血糖的風險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所以在這裡面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那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您如果對你的血糖不清楚的話 那記得要量測血糖 那尤其是有在施打胰島素的情況之下 那尤其是空部血糖 那這時間要特別的一個小心 那另外呢 飲食必須要定時定量 那至於你想 比如說大概要吃多少 那可以跟醫護團隊做一個討論 那在用藥的部分 那我們這時候也是建議就是 也是跟醫護團隊討論 尤其是所謂的一個餐前的一個血糖 餐後的血糖 那我們其實在這兩點 那都特別要注意 那另外在長期的一個 我們所謂三個月的平均血糖 糖化血色素 那也要一起注意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向健保署建議大家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要做藥物的整合 那現在其實全國有所謂的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 或是糖尿病的共造網 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底下 那都可以幫您 把這些慢性病的用藥做一個整合 不管您是血糖的問題 血壓的問題 血脂的問題 腎臟的問題 或甚至尿酸的問題 都可以在這樣的機構 把你的藥物做一個整合 那讓您在裡面呢 用藥能夠安心 而且能夠把您的一個 所謂的參數都能夠穩定下來